Lulu I love you 我每天都這樣子 他是我的小狗 所以真的薰克力維來到這邊 嗯 大家都是這麼專業 是有一點壓力的 所以每天回家一定要先抱他 好 先安慰一下 我現在好快樂 我是熟年 我是中年 絕對不是 絕對這個 一點也不老 然後呢 我要出國中間這張 出國的時候還捨不得 Lulu 嗯 輕輕 他不能上飛機 所以 我任何照片我都有 我的小狗 所以這個處長 請問你 你對我們台灣的這個醜物 認知多少 在香港3月4號 發生了這個一個小狗呢 這個確定是 弱陽性的 COVID-19以來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 動植物防疫局沒來 可見不重視 不重視 醜物可能會感染 他是首例在香港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看 我就帶一隻 Lulu 等一下不要那麼快 哎呀 這個配合我啊 Lulu 我要講他故事 Lulu I love you 我每天都這樣子 他是我的小狗 他是我的小狗 我超級喜歡他 我最近在立法院 我是新科立委 說真的新科立委 來到這邊 嗯 大家都是這麼專業 是有一點壓力的 所以每天回家一定要先抱他 好 先安慰一下 好 那這隻Lulu小狗呢 是 我等一下講說 避免棄養 林委會應該知道吧 現在的小狗啊 你知道已經有寵物250萬隻 比兩年前多了一成 幾乎要贏過這個小孩子的出生率 對不對 對 也就是說一百戶的人家 有33戶 也就是說 三分之一家裡有寵物 所以你看到 我現在好快樂 我是熟年 我是中年 絕對不是 絕對 這個 一點也不老 所以呢 我每天都 這個只要 還沒當立委之前 我是很快樂的啊 先當立委 這是你看以前照片 所以我好想要回到之前 沒有疫情的時候 帶著狗這麼帥的 這麼帥的 去我們社區去溜達溜達 然後呢 我要出國 中間這家 出國的時候還捨不得 嚕嚕 輕輕 牠不能上飛機 所以 我任何照片 我都有我的小狗 所以 這個處長 請問你 你對我們台灣的這個寵物 認知多少 事實上就是 我對毛小孩 因為我們經常都有在 看待下相關的會議 所以我應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剛剛委員佐指導的 那個香港的那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現象 事實上我們 我們房檢局在第一時間 就召開了專家會議 事實上現在沒有積極的證據 證明這些毛小孩 會傳染這個 武漢肺炎 那所以 我們當天就發了新聞稿 那事實上也製作了一些圖卡 那呼籲大家 簽卷不要緊張 他很可能只是 他會有弱陽性 很可能只是因為他只是沾到 因為他沒有動物 增生的那樣的一個 病毒增生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做出這樣的一個 專家 這個叫做未知的感染風險 對不對 未知性的感染風險 對不對 弱陽性嘛 但是還是風險 所以很多人家裡很緊張啊 那你3月2號有針對共居犬貓檢驗及其照顧方式召開會議 請問你會議結果有公布嗎 你有沒有廣告行銷 包括委員我們現在有透過新聞稿還有這個圖卡 那當然如果我們有些 就是媒體上還要再加強部分 我們都願意來加強 對 我要你加強 所以呢 如果有這樣子之後 你就是會議結果告訴大家 就會避免造成恐慌性的氣養 我跟你說過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故事 就是說我的小露露是 你看我講到小露露就這麼可愛了 所以我們立法委員都要養狗才會可愛啊 所以我的小露露就是這樣子被氣養之後 我照顧他有愛心 我現在是他媽媽欸 所以每天早上都要跟著我來立法院 來天你同意的話要帶他來好不好 好 謝謝組長 謝謝 感謝委員 謝謝